中国很气哦 他说美国你反应过度了 然后还否认布林肯 从来没有要来中国访问啊 结果马上被人家打脸 对啊 中国是没有完全否认 说这个是民间的气象气球 民间的无人气球 那就很奇怪 如果是民间的气球 怎么会这么巧啊 就风飞到蒙太阳那边 而且在2月3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已经讲说 这个是个间谍气球 再多的细节他们不便透露 他讲到这里就已经证明了 美方已经掌握了这个情绪 这个气球是可以操控方向 就好像前面昆宇格所讲的 那外交部他否认的时候 他气炸都美国反应过 如果是民间的气球被打下去 那中国要干嘛那么生气 不就是民间的这个气球而已啊 不小心飞过去被打架很正常啊 现在中国进一步的这个说法呢 还说啊 其实呢没有什么布林肯访问这个事啊 没有这个宣布 然后结果呢 中国网友自己就把他找出来 那是说呢 汪文斌1月17号说啊 中方欢迎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正在就具体安排保持沟通 换句话说 中国呢想要掩饰气球 被打下来之后 布林肯延迟访钟这件事情 要否认 结果完全证据呢都在这里了 甚至呢 微博现在哦 关于中国进一气球的 所有这些评论跟留言 全部都删掉 不让我们去讨论 因为真的是太丢脸了啊 因为你看到我们在这个网路上面 推特上面 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到就 首先呢是在这个 蓬佩奥的这个推特上面 这个都很厉害 维尼呢 这个就弄出了一个气球 这个气球 大家知道它的后果就是被打爆了 它查看之处将近三百万次 两百九十六万次 因为中国呢 这个海外的艺术家 巴丢草 就弄出说 这个像是美国老鹰 这美国的国鸟 老鹰呢 这个立爪呢 就把呢 这个中国的 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维尼 他还带一个望远镜 他还带一个望远镜 就把他捏爆了 那这个时候呢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我们就用个很中规中矩的一个声明 因为我们要声援呢 这个美方 而且谴责中国这种侵略领土的行为嘛 他说我国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不是说中国政府 他强调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政府 这种违反国际法 侵犯领空跟主权的行径 不应渐容于文明国际社会 中国共产党政府 应该立刻停止这种侵犯他国 造成区域不安的行为 为什么我要特别念这一段呢 因为这段竟然很中规中矩 甚至有点关枪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在联合报里面 他竟然说 外交部表现得像小丑 我方急着上演战狼式外交 这样的一个声明 到底跟战狼外交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中国战狼外交是怎么讲的吗 外交部他是说要 戳瞎无眼联盟的这个眼睛 还说呢 美国呢 这个911事件 应见不远啊 美国呢 这个不要 那句话叫做什么 不要好的伤疤忘了疼 而且2020年的这个时候啊 他们外交到什么 他们直接呢 在斐济那时候呢 闯入呢 我们国家这个国庆的酒会里面嘛 打伤我们使馆的人员 然后在去年年底的这个时候呢 在英国呢 有一批香港的示威者 还有去年中国领事馆那边示威 也被中国的使馆人员抓进去打 后来发现你们还有一个领事同一个人 没错 就是打我们中华民国这个人呢 跟打呢 这个香港的那些示威者 是同一个人 这就是所谓的战狼外交 所以我想联合报 不要在那边扭曲事实 做这种认知作战 观众朋友 我如果把联合报遮起来 好 来 我如果把联合报三个字遮起来 像不像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像不像环球时报 央视 几乎一样嘛 其实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声明很高明 听起来像这个很八股 但是他把美 因为这次这个气球是侵犯到 美国的领空跟主权的行径 不见容于我们国际社会 那请问 其实他把美国跟台湾 做一个很巧妙的连结 没错没错 中国飞机是一天到晚也来骚扰我们 就一样的道理 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美国跟台湾做个连结 其实我觉得外交部这个声明 其实是蛮高明的 对那这联合报的做法呢 就是希望呢 就是说好像我们台湾就要闭嘴 我来示范一下 什么样子叫做战狼外交的发言 如果说我们的外交部讲说 美国立英的抓破了习近平的英狼 这个话 这个就属于战狼式的发言 这就不妥 其实中国外交部的发言 很多都是属于这种 NCC会罚钱的 但是我们网路节目 比较宽松一点 电视上不能这样讲 电视上这个都是会罚钱的 但我们外交部是很中规 中规是谴责侵略 侵略他国领空领土的这个行为 那但是很多同媒还是看不下去 包括是说林志全律师 就有反奉的手法 说如果有气球跑到台湾上空的话 换向2000的飞行高度 无关九千公司 是可以击落的 要不要把这个气球打下来 如果有气球在台湾上空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呢 这个可能新中文政治人物啊 媒体啊明泽又讲说 好好的打他什么啊 不要挑衅中国啊 会兵凶战危啊 蔡英文要不要负责 哇那个打一个气球干嘛 势直挑转的吃 气球飞到你头上 为什么不发入防空警报 国防部失职 就讲之前那个飞弹的事件 一哥气球还多少钱 用飞弹打 政府就觉得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那些统媒 用这个方式说 哇美军其实输了 因为气球比较便宜 他用这个飞弹的比较贵啊 所以美国大炮啦 小鸟美国其实很害怕 他说两岸本来和平 好好的 蔡英文竟然开第一枪 根本历史证 这其实都是一种反讽啦 意思是说真正侵略 美国领控是谁 是中国 真正侵略台湾的 用战机扰台的是谁 也是中国 结果这些媒体啊 或者这些协力者 却把这个矛头指向台湾 指向美国这样子 一个民主捍卫者 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 真的值得我们进一步的 去好好的省思 的确我觉得林志群律师 反串的还蛮成功的